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神经科学探秘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大脑的密语者 解读非言语的神经讯号 二一时的五彩斑斓 大脑的颜色交响乐 三记忆的时间机器 倒带与快进的神经旅程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大脑的密语者 解读非言语的神经讯号 各位听众、学生、网友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迷人的话题 大脑的密语者 解读非言语的神经讯号 这个话题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像是谍报片里的密码解读 其实 我们的大脑在这方面 可是一个老练的间谍大师哦 首先 让我们来揭开大脑的神秘面纱 大脑 这个约1.4公斤重的粉红色器官 是人体最复杂的指挥中心 它不仅负责我们的思考 记忆 情感 还在不停地解读来自外界的非言语讯号 这些非言语讯号 包括面目表情 肢体语言 眼神交流等等 它们就像是大脑的密码 需要被解读和翻译 想象一下 当你走进一间房间 房间里的人都用眼神迅速扫过你 这是你的大脑 就像一个超级电脑 迅速分析这些眼神背后的含义 是好奇 是惊讶 还是敌意 这种能力在人类的进化历程中 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它帮助我们判断谁是朋友 谁可能是敌人 从而做出快速反应 有趣的是 我们的大脑在解读这些非言语讯号时 有时候会出现误解 比如 当你看到某人皱眉 你可能会认为对方生气了 但实际上 他可能只是在集中思考 这就像是大脑的解码器 偶尔会出现小故障 需要进行校准 科学家们通过脑电图 EG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MRI等技术 可以偷窥大脑在处理这些 非言语讯号时的活动 这些研究揭示了 大脑中特定区域的角色 比如 额叶的镊上回专门处里面不识别 而额叶的镜像神经原则 帮助我们理解他人的动作和意图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次 一位神经科学家 在一个派对上 他发现一位女士的面部表情 和肢体语言 似乎在发出一种特殊的信号 他的大脑迅速进入解码模式 分析这些非言语讯号 最终 他得出结论 这位女士对他有兴趣 于是 他鼓起勇气上前搭话 然而 事实证明 这位女士 只是在寻找服务员来点一杯饮料 这位科学家的大脑解码器 显然出了点小差错 但这也是人类交流中 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不是吗 总之 我们的大脑 在解读非言语讯号方面 是一个真正的密语者 它不断地在解码周围世界的无声信息 虽然 有时会出现小差错 但这也正是人类交流的魅力所在 下次当你试图 解读 某人的非言语讯号时 记得 这是一场脑力激烈的密码破译游戏 而你 正是这场游戏的主角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一时的五彩斑斓 大脑的颜色交响乐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 一时的五彩斑斓 大脑的颜色交响乐 这个话题听起来 就像是一场 是绝与神经科学的盛宴 不是吗 好吧 让我们戴上我们的思考帽 准备进入大脑这个神秘的迷宫 首先 我们的承认 大脑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 他不仅创造了一时这幅画 还赋予了他色彩 当你看到一朵鲜红的玫瑰 或是湛蓝的天空时 那些颜色并不是在外面等着你去发现 而是你的大脑 在内部调色板上调配出来的 是的 你没有看错 颜色是大脑的内部作品 这场交响乐的开始 是从眼睛捕捉光线开始的 光线通过眼睛的透镜 激活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 我们称之为 视锥细胞和视干细胞 视锥细胞 就像是专门负责颜色的小小画家 而视干细胞则 更擅长在昏暗的环境下作画 当这些细胞被激活后 它们就会开始创作 将光信号转化微电信号 传递给大脑 接下来 这些电信号就像是音符 被送到大脑的视觉皮层 这里就是我们的交响乐团 在这里 不同的神经细胞 就像是葛中乐器 有的专门负责辨识颜色 有的负责形状 有的责责运动 这些神经细胞协同工作 演奏出一首视觉的交响曲 但是 这场交响乐并不总是那么和谐 有时候 大脑会弄错乐谱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视觉错觉 比如说 有一个著名的错觉 叫做错觉的颜色 它会让你误以为 两块相同颜色的区域 因为背景不同 而看起来颜色不同 这就像是大脑的乐团 突然走音了 让你听到了本不存在的音符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这场交响乐是如此的个性化 以至于 每个人的大脑 都会演奏出读一无二的版本 这就是为什么 有些人是色盲的 他们的大脑乐团中缺少了某些乐器 无法演奏出某些颜色的音符 而有些艺术家 他们的大脑则能够演奏出 非常独特的颜色旋律 让他们的作品 充满了不同寻常的色彩 所以 下次当你欣赏这个世界的色彩时 不妨想一想 你的大脑 正在为你演奏一场 多么奇妙的颜色交响乐 而这场交响乐 正是一时的五彩斑斓 是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 不过 别忘了 这场演奏会是VIP专属的 只有你自己能够欣赏到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记忆的时间机器 导带与快进的神经旅程 各位同好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 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 记忆 记忆是我们大脑中的时间机器 它能让我们穿梭于过去和未来 进行一场神经旅程 这个话题 就像是一杯陈年的葡萄酒 随着时间的沉淀 越来越有味道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导带 当我们回想过去 大脑中的海马回 就像是一位老练的DJ 开始旋转记忆的黑胶唱片 这些唱片上 记录住我们的经历 情感和知识 当海马回开始播放 我们就能重温那些甜蜜的初恋 尴尬的青春痘 甚至是那次考试 末代铅笔的恐慌 这些记忆 有时候清晰的 就像昨天发生的事 有时候却模糊的 就像是一场迷雾中的梦 现在 让我们快进到快进 当我们计划未来 大脑的前额叶皮层 就像是一位 前瞻性的导演 开始编排未来的剧本 这里面有我们的希望 恐惧和预期 我们可以在脑海中 预演即将到来的面试 或者是梦想中的假期 这种能力 让我们能够准备 应对未来的挑战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塑造我们的命运 但是 记忆的时间 机器并不总是那么精准 有时候 它会出现小故障 让我们积错事情的细节 或者完全忘记某些事件 这就像是 时间机器的小罗斯松了 需要一点调整 这些故障 有时候会导致尴尬的社交场合 比如忘记了朋友的生日 或者是错把新同事的名字 叫成前任的名字 哎呀 这可真是尴尬至极 不过 记忆的时间机器 也有它的美好之处 它让我们能够从过去学习 为未来做准备 它是我们身份和精力的存储库 是我们与过去 和未来对话的桥梁 所以 即使它偶尔会出错 我们还是得感谢 这个神奇的神经旅程 最后 我们要记得 记忆不仅仅是个人的 它也是机体的 我们的文化 历史和传统 都是通过记忆传承下来的 所以 当我们在使用这个时间机器时 我们不仅仅是在回顾个人的过去 也是在继承和创造 整个人类的故事 现在 如果你们允许 我要开启我的记忆时间机器 回到那个我还没有头发花白 学生还不用Google 来质疑我的讲座的美好时光 哦 那真是个美好的时代啊 亲爱的观众和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大脑的神秘世界 解开了它的立马 欣赏了它的颜色 旅行了它的时间 大脑 这个约1.4公斤的奇妙器官 不仅是我们的指挥中心 更是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 它就像是一位老练的间谍大师 能够解读飞言与讯号 让我们在人际交往中 更加灵活和敏锐 我们的大脑 在解读飞言与讯号时 有时会出现小差错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正是这些小差错 使得人际交流 充满了惊喜和挑战 记忆也是如此 它让我们能够回顾过去 预演未来 但有时候也会出现小故障 让我们记错细节 或者忘记重要事件 这就是大脑的魅力所在 它让我们的生活 充满了趣味和不确定性 我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让你对大脑 有更深入的了解 并激发你对这个 神奇器官的好奇心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想法 请随时在底下留言 我们一起来探索 这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吧 谢谢大家的收听和观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